那我想請教剛才這個理念開會 還有其實NCC的部分 是不是有鼓勞團有最新的看法 我想NCC陳曉翔先生 在擔任主委的這段時間裡面 不只是把我們國家 最重要的媒體公器 來把它吊銷執照 讓我們的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的一個 在檯面上的一個極權國家 不讓各種民主的聲音能夠表達出來 真的是毀線亂正 莫此為勝 今天不是陳曉翔要下台而已 還要對整個他過去 為什麼吊銷媒體的執照 而在法院又15年拜 這個過程中每一次的開會 到底誰主導 能夠扼殺媒體的聲音 我們要一個清楚的一個答案 所以今天會成立調閱委員會 把所有NCC過去這段的惡情惡狀 要讓全國國人能夠了解 民眾有資的權利 我們全力支持台灣民主的聲音 民眾黨台上房國昌還有批評說 這個好像報告交上來跟去年七成像 好像漲潮 這個意思都是不只是NCC 是民進黨各部會 過去八年來因為一黨獨大一黨專政 把國會視為無誤 民進黨的委員也把自己當作是 行政院立法科的科研 所以呢對於行政院所有部會的相關的報告 都不以為然也不當一回事 但是今時今時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會嚴格監督行政院各部會 不只是NCC 各部會都是敷衍了事 我們會全力的來監督民進黨 讓所有的部會 必須正面的來面對全民的解釋 另外就是柯建民總召有宣說 要不要國民黨談判第二次共識 你不然只會走向歷史分化 我想今天柯總召已經年過七十號 當然是民進黨國保級的人物 但是人必須要放下屠刀 立立成縫 苦海烏鴉回頭事案 對於不管是各個政黨的 年輕的這些委員 我想我們應該要提起後進 要給他們更多的建議 而不是一味的婆婆罵街 一味的對他們用網軍 用綠媒 用各種打擊的方式 讓這些優秀的新進人員 心靈受到莫大的壓迫跟蹤擊 我們必須要講國會必須要健康 新血輪不斷的進入 這是一個全世界國會 不斷的往前邁進的動力 我們要給這些新生代 給他們更多的鼓勵加油 而不是用這些謾罵攻擊 我想今天莫子說 國之奇幻 莫此為勝 民進黨跟柯總召 您的若日條款 當你離開政壇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奇幻之手 好好思考一下 台灣的民主要全面的發展 另外不在籍的部分 對 因為民進黨說國民黨提出來的海外投票 跟通訊投票部分 是在幫中國大陸還戒選大門 然後因為他們說 部分在中國的民眾可能會受到 黨地的意識形態影響 這是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都必須面對的課題 而且絕大多數的先進的民主國家 都有不在即的投票 我想今天如果不是作賊心虛 又勇敢的面對所有的民意 而不是一再用所謂的這些愈加之罪 來排擠台灣滅向世界民主之靈 該有的程序 該有的對全民的開放 都必須要面對民主的浪潮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